好我先跟大家講 因為立場不同看法會不一樣 就像我們在我們這邊 中華民國跟大陸網友的時候 看法也會不太一樣 那當然是兩岸都是中華民族 都是中國人 只是我的中國是中華民國 大陸網友是中華人民共同國 所以立場不同看法會有一點不一樣 澤倫斯基身為烏克蘭的總統 烏克蘭現在什麼狀況 被俄羅斯入侵26天了 那他當然要替烏克蘭講話 可是並非全世界人都是烏克蘭人 雖然我們台灣有人這樣喊 今天我是烏克蘭人 26天不知道還是不是 如果是的話 這26天足夠時間可以飛去那邊 幫忙打仗 沒趣 那澤倫斯基 我必須點出 接下來我要講的東西 會有爭議的 但是當評論不怕爭議 我會把它講出來 澤倫斯基總統 他身為烏克蘭的總統 他跟全世界球員 呼籲大家介入這個武力節 可是有時候 我覺得有一點點 就這麼小而已 變成有一點點情緒勒索了 你華碩不可以賣給俄羅斯 那明明宏基也有賣你不點名 你這個瑞士銀行 你催潮公司 你不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跟大家講 我先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因為剛剛請問我的就是 如果談判失敗 普丁跟澤倫斯基談判失敗 會不會引起第三次的世界大戰 關鍵不在澤倫斯基 關鍵在拜登 拜登只要死守不進去 不幫忙 不打 美俄不打 就不會有第三次大戰 北約不動手就不會有 那北約不動手 跟美國不出兵這個事情 對烏克蘭人來講是非常殘忍的 對 昨天有個烏克蘭的警察在馬力波 他自己拍了一個視頻 對不對 他就在那邊講說 你看看啊 他是對馬克宏喊話 順便對拜登 救救我們吧 馬力波已經變成這樣了 斷圓殘兵 你看我後面他全部都是那個 那影片大家可以上場自己去找 很多人都在看 站在烏克蘭的民眾 站在馬力波的警察的立場就是 你不要再給我什麼大陸是給糧食棉被 那其實都需要 那美國是給什麼 美國是給武器 給他刺身飛彈什麼 你不要給我這些了 不管是軟的硬的 你幫我處理掉這個事情就好了 哲仑司機從頭到尾就是要進航區 他已經無力保護自己烏克蘭領空了 怎麼辦你幫我 我現在趕不出去了 俄羅斯軍隊進來這麼多的烏北烏東烏南 現在已經從赫爾松 從克里米亞赫爾松打到這個 就是那個叫什麼名字 加里耶夫 然後再往奧德薩前進 我擋不住啊 那你一天到晚給我武器 你要不要乾脆直接進來幫我把他趕走 你直接把俄羅斯軍隊趕走可不可以 烏克蘭的民眾是希望美國出動 直接介入 可是美國不可能 不可能 美國自己的利益在 然後既然俄羅斯不是也知道 就說馬力波趕快投降吧 繳械投降 因為 烏克蘭說沒得商量不投降 好那現在站在俄羅斯跟烏克蘭 他們對立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其實看得出來 這個在台灣這樣講 一定就是政治不正確 可是事實上你不能去指控說 俄羅斯是看到平民就殺 他們是盡可能希望不要 因為他還希望能夠以後 有效控制這些據點 就像他們之前控制克里米亞一樣 他怎麼可能會殺呢 他還希望就是說 你們不要支持烏克蘭政府 不要支持烏克蘭政客 不要再繼續視澤倫斯基為領導人 以後你們大家 我們都是俄羅斯人 我們俄羅斯跟烏克蘭 本來也就是蘇聯的一份子 對不對 我們都是一家人 所以我們不要打 他是沒有對的平民在打 可是也當然打傷了 打死了很多平民 這是事實 因為戰爭就是齒淡無言嘛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俄羅斯當然趕快希望烏克蘭 趕快妥協 比如說去軍事化 然後中立國 然後不要加入北約 然後很快的把克里米亞 跟烏東兩個共和國都承認 等於你領土也等於割了出來以後 然後彼此有一個緩衝 北約不要進到我的旁邊 新南側的烏克蘭 我會如芒刺在背 這是俄羅斯想要的 可是烏克蘭想要的是你要離開 那現在就是這樣 我回到我剛剛講的那一點了 如果失敗 普丁跟澤倫斯基談判失敗 就會釀成第三次的世界大戰 他必須有兩種狀況 就是什麼叫世界大戰 就是俄羅斯會去打 烏克蘭以外的國家 往華沙打 往整個北約打 北約一倍打 北約第五條 不好意思 北約的成員國一個被攻擊 就是通通被攻擊 全部要反擊 那美國人就必須要動 當然有時候 歷史上想當然的事情 也未必一定會發生 歷史上覺得一定發生的事情 也不一定就發生 就是這樣子 所以北約 基本上俄羅斯現在是 沒有在攻擊他 他打到了烏西 最靠近只剩16公里的地方 那個基地維和部隊 可是他都不會打過那個邊界 因為目前北約看起來 俄羅斯是不想動的 但是摩爾多瓦 在波蘭的東南邊 在烏克蘭的西南邊 那個摩爾多瓦 他不是北約的成員國 那也有10萬的烏克蘭民眾 跑到摩爾多瓦去 會不會繼續打摩爾多瓦 我不知道 但北約 俄羅斯不會輕易動的 那只要俄羅斯不輕易去打 北約也不支持美國出兵 那怎麼可能會有 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只是烏克蘭人就 等於就是 戰場在烏克蘭 死傷是烏克蘭 所以其實對烏克蘭來講 是非常殘忍的 所以我才會之前跟大家講 已經打仗了沒有辦法 你就是 當然也有人講說 黃漢你這個看法太鬱了 都已經打了 為了保護百姓 應該要像阿富汗總統一樣 跑掉結束戰爭就沒事了 可是問題是 現在看得出來烏克蘭人 他們是對抗 對抵抗意志很強 我是覺得現在都已經什麼年代了 即使是打仗 現場的通訊不好 大家也都還能看到影片 看到視頻 看到訊息了 不可能說現在哪一個國家 就像普丁 他在俄羅斯 俄羅斯的那個製作人 有沒有看到 俄羅斯的年輕女孩子跑去 還是有反對意見 是啊 烏克蘭也一樣 一定有人覺得說 我們不要打仗了啦 反正叫什麼國也沒關係 去中立 去軍事化就去軍事化吧 北約就不要加入了 何必去搞個路線 等等等等 也會有人反戰 但一定也有人就是 我堅守到底 我要站到最後一刻的 你看像那些奧運選手 像那些全級市長 他們就是要抵抗到底的 所以不是只有一個人 因為戰爭倒到現在 已經不是只有 哲倫斯基倒下戰爭就結束 或是普丁突然明天剉掉了 他很腐腫啊 已經生病了 普丁一再見以後就立刻結束 他會往結束的方向走 主戰的兩個人 哲倫斯基跟普丁 他們如果一旦沒有辦法掌權 當然現在這個狀況不會排除啦 除非你有辦法有效的斬首 那個事情會引發更後面 那才真的會變成世界大戰 如果真的對他們兩個進行 斬首行動的話 那也困難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我是覺得美國 他也早就看清楚這一局了 那事實上在國際的油價 跟相關的糧食 還有天然氣部分 美國其實相對來講 他並沒有受損太多 而美元的強勢 蘆布的這個走碟 其實也對美國來講 好像也不是很壞 但是我們也不能就是 直接就解讀說 美國就是始作俑者啦 美國就是很希望再打兩個月啦 這個俄羅斯的 是這樣說的 對 老實要跟大家講清楚 俄羅斯講說 美國根本就是 騎關山 跨背秀 他故意讓我們 當然他不是講這一句的 俄羅斯人不會講台語 他就是希望 我們繼續打 你就從中獲利 俄羅斯的立場是這樣 然後剛剛一開始 我就跟大家破題了 每一個人在每一個立場 每一個角度看不一樣 站在哲倫斯基的角度就是 烏克蘭第一 烏克蘭優先 所以他在幫著烏克蘭 去告訴全世界 去告訴美國 我上禮拜跟大家講的 珍珠港不要忘記喔 你以為你這邊遠遠的看沒事 哪一天 所以一樣的道理嘛 第三次這彈的 表示美國 你要被俄羅斯打了 你不要以為不會 你看珍珠港就來了 對不對 所以你趕快 實質的 結束這場戰爭 你要介入 你不介入到時候 你就會受害 911啊 在紐約 在你的紐約市啊 所以勿忘911 勿忘珍珠港 還在告訴美國人 你要出手 可是美國人看了半天 我不要出手 出手真的變成第三次之下 他不敢出手 我可以給你很多 我可以幫你開 這個國際的這些 記者會等等等等 但是呢 我不會真的出兵 那不會真的出兵這件事情 台灣是引你要違健 就是說 因為 美國這次沒有出兵 對 那很多人相信 下一次一定會 因為台灣不是烏克蘭 可是 我還是那一句話 看看軍事專家的分析 會出兵跟沒出兵的都有 但是事情沒有發生之前呢 你是不會知道的 那這一次美國是 在2月24號以前就有講 烏克蘭這個部分 北約跟美國都是不會出兵的 所以這個有沒有要就事論事 美國是早就有講說我不出兵 不是說他承諾烏克蘭 我會幫你喔 你居然去打 結果一打了以後我落口 不是 美國本來就在開戰之前 就說他不會出兵 但是台灣的問題 美國是沒有明確說 一定不怎麼樣 可是礙於國際的情勢 還有中間隔一個台灣海峡 我們不希望台灣跟中國大陸 發生那樣的狀況 因為你看 我們導播現在放這些畫面 誰希望家園變成這樣 那台灣現在也部署了一些 所謂的源頭打擊的一些武器 到時候可能中國大陸 會有一些機場 一些地方也變成這樣 那不是我們大家想要看到 所以要用智慧解決兩岸的問題 不要變成烏克蘭戰場一片狼藉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聞不會消失 只會更強大